越南人在拍片 原來是那一件男女走過去 這個男人非常的生氣 正在那邊憤怒當中 會發生情飯嗎 黃宴餐廳 我要吃什麼 1 2 3 4 先給我們先吃 我待會兒看什麼 你叫的差一定會多 謝謝 現出是他要介紹的 是外人人請客的 這家中菜學 來來 Jason介紹 首先啤酒 冰涼的啤酒 333啤酒 越南叫做巴巴巴 要喝的時候要講什麼話 夢嗨巴 這是什麼意思 夢嗨巴 1 2 3 敬巴 夢嗨巴 又 好 另外如果要約朋友的話 就是 就是 乾杯的意思 然後 那就是半杯 半杯 我們都是鼓勵 不鼓勵 你來摸一瓶醬 這樣 那這個 這一道 這是連梗沙 它是用連梗 那個梗芯去皮之後 然後 加上一些 這個海鮮 有沒有 下去調製的這個前菜 前菜 配著這個蝦餅一起吃 配蝦餅一起吃 對 就把它配著蝦餅一起吃 這個是 這個是 看起來不像椰子的椰子 他們全部手工去切割的 哦 所以它把它留著一大塊出來就對了 越南椰子也是很甜美的 適當的量放上去 那當然 你可以把這些 再蘸一點魚露 放上去 然後就這樣子吃 這一道 這一道是什麼 這一道是 蛤蜊 蛤蜊 它的 香茅蛤蜊 那這個就是 越南的 當地的海鮮 對 越南當地的 現在越南的污染 會不會嚴重 不會啦 這個我們已經吃了很多年了 而且在這家餐廳 它衛生條件又是最好的 所以您 可以 放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吃的是正宗的越南菜就對了 對 這是越南式的餐廳 好聊得來 這一道又是什麼囉 7 7 越南的土雞 很小一隻 大概手掌大而已 我的手掌 對 你的手掌比較大 那個有點像台灣的泡山雞 它的雞肉很嫩 很好吃 那旁邊這個是它的 像小饅頭炸的 哦 小饅頭啊 這很特殊 越南的土雞 一隻台幣100塊 對 台幣100塊 對 台幣100塊是7萬塊 開玩笑 對 差不多 這是什麼 這是用椰子汁來蒸的蝦 在旁邊 那個湯也可以喝 椰子汁 在蒸蝦 對 對 有南人吃蝦的兩種 一種用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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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那裡 湯也可以喝 好 這個是什麼 這是胡椒鹽 我把蝦放進去 蝦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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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政府規定要這樣吃 這是 老胖胖規定 沒有啦 共產黨規定 我們水母要來蘸這一個 對 吃看看 好吃嗎 怎麼 嗯 別有一番風味 不錯不錯 我沒有說 說好吃 就一定要好吃 這請客人介紹一下 這個精品是什麼 這個是 烤魷魚 但是這個魷魚比較特殊 它不是說完全新鮮的 它先曬了一天太陽之後 有沒有 然後再放到冰箱 曬一天太陽之後 再放到冰箱 對 放在冰箱之後 那要吃的時候 再拿出來退冰 然後再來烤 所以是用烤的 哦 對 所以這個叫一夜乾就對了 對 它曬過等於 越南話要怎麼點啊 木囊 嗯 木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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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他啦 問他 木囊 木就是墨魚的意思 哦 木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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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有這道菜呢 他做的稍微比較鹹一點 因為早期的農業時代的時候 他們就是早上做了菜之後 要送到田椅麵給老公 農夫他們吃 那如果說太新鮮 尤其魚類很新鮮的話 你不把它做那麼鹹的話 就容易腐敗 如果說把它做鹹一點 然後又好下飯 所以他可以維持的時間 又比較久 又容易下飯 又容易下酒 也下酒 尤其我們喝啤酒 那所以這道菜呢 一直流傳到現在 就變成一個越南的美食了 謝謝謝謝 解釋了非常好 這個要配白飯是不是 對這個要配 配一點白飯菜 一個是魚的 一個是肉的 這是魚肉 有魚肉跟豬肉 這是魚的肉 這是豬肉 然後這是魚 這是魚 這是魚肉 這是魚 你要再淋一點湯汁 我先試試看 這是魚肉 這是豬肉 再淋一點湯汁 大蒜 炸過的蒜果 所以他有兩種 通常我們吃到的都是泰式的酸銀湯 那就是 越式的酸銀湯 它的酸是從哪裡來的 你們現場可以看到它 有番茄 番茄是一種酸 然後另外一種是什麼 鳳梨 鳳梨的酸 那最主要的酸是從哪裡來的 叫做酸籽 但酸籽在這裡面看不到 它就是類似 有點像花生這種東西 長長的一條 它就是拿這個酸籽的酸 把它放進去 然後做出這一道 那通常都是配著魚湯 這樣子 拿做的這個酸魚湯 所以味道並不是那麼酸 酸酸 辣 甜甜的 南部 玉米 那個什麼 番茄 不是 番茄 對 醬油 差不多像這樣 醬油 醬油 這你說什麼 柚子是一年 對 它產生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一年四季都有 對 然後一般我們吃柚子 是看不到皮的 它都全部拔好了 所以很多外國人來這邊 沒有看過柚子 認為說柚子就長成這個樣子 就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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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吃飯 之後還可以去 新月灣旁邊 跟它走走 嗯 不錯 看人家的幸福 是不是要搞了 嗎 你